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大运的新视频 这一期给大家带来的就是 我觉得上单最强的两个坦克之一 大树 另外一个呢 当然就是艾克 艾克这个英雄现在版本 可能说是最火的上单了 但是正是因为火 所以说 呛打出头鸟 大家都选择把它给搬掉 这个基本上 选不到这个英雄 所以说我觉得 大树算是 能选到的里面 最强力的上单坦克了 先来看一下福温和天赋 福温就这么一套 非常常规的AP符文 精华法枪 红色法转 黄色护甲 蓝色稍有不同的选择了成长魔抗 毕竟是上路 很少对抗一些AP上单 哪怕对抗AP上单 也是一种坦克型的 比如说石头人 泰坦啊等等啊 这些 所以说 选择成长魔抗 可能效果更好一些 看一下天赋 天赋一共有两种点法 这么是第一种啊 这个十二零十八的 这么点出不灭之窝的一种点法 还有一种点法呢 是 对吧 这个把这个十二点的凶猛系给去掉 换成十二点的鬼炸系 换成 这个 这种 或者说更保守一些 换成秘密储备 这种点出探云手 这个是更偏发域型的一种打法 像我更喜欢选择 可能输出 稍微高那么一点点的 这个凶猛系的这个十二零十八的点法 这个看大家个人的喜好 这个十八点点出不灭之窝是百分之百的 然后关键是看前面你怎么选择 这个是偏发育 刚才第一种是这个偏进攻 好 符文天赋介绍到这里 具体来怎么玩这个英雄 我们还是老样子啊 进入视频中介绍给大家 好的 进入比赛 我们来看一下大树这个英雄的上单打法啊 这个大树这个英雄 我觉得打上单的话 有个得天独厚的优势 他可以利用自己的E技能 无伤的轻掉F4的三个小鬼 来保证自己在线上有个经验的领先 具体的方法呢 也很简单 就是在一分钟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是一分钟的时候 开始往F4的位置 丢E技能 丢够三个E技能之后 就可以走了 回到线上安心的等着收经验就OK了 但这把可以看到 队友信誓旦旦的准备开始去打E技团 所以说我们先留了个技能啊 对吧 万一打起来的话 我们肯定选择升W技能 是一个稳定的控制机 这个时候遇到了人 这个牛头好像在挂机 一个Q晕住之后 等卡牌机后手 我们接到三手 然后拿掉了这个人头 毫无任何问题 看到这一幕啊 我觉得 感觉这把已经稳了 对吧 当然 不是因为这个仅仅的25块钱 以及这个一点点的经验啊 主要原因呢 就是因为我觉得 队友还算是比较会玩的啊 因为这个技能combo 接的比较好 可以看到巴德接先手 之后 这个卡牌 他没有马上去丢黄牌 反而稍微等了一等 对吧 等这个巴德的技能 几乎要消失 这个晕眩技能 几乎消失之后 再接的黄牌 而我呢 也是非常会玩 对吧 我也没有第一时间 直接交W 也稍微等一会之后 这个比那些一股脑的 看起来啊 所有控制机能 直接丢上去的话 可能这个牛头就闪现走了 这个呢 所以说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这个就 所以说回到线上 感觉这把已经稳了 这把可以看一看对线 对线 对线是一个 非常恶心的一个英雄 剧魔 我觉得单纯从对线角度上来讲 剧魔基本上是 完克大树这个英雄的 因为大树这个英雄 强强在哪 一个就是他的消耗能力比较强 一个就是后期的这个坦克能力比较强 但是剧魔呢 完完全全克制入大树这一点 这个对线的话 我们拼是肯定拼不过他的 然后这个续航 消耗的话也消耗不动啊 因为这个剧魔的回血能力比较强 打团的话呢 他有大招来吸我们的抗型 让我们也承担不住伤害 这个也非常可怕 但是啊 剧魔这个英雄 有个非常非常致命的弱点 就他在对线的时候 他单挑能力很强 但是他没有位移技 而且也没有什么突进技 所以说 很容易被杠克 可以看到 由于我们的兵线啊 控制比较好 比较靠后 所以说我们的打野二级直接来了 然后给上一个W 接着往回走 这个时候大家可以注意到 我没有选择叫闪现 反而把他的闪现骗出来了 这个时候我就建议大家 在前期遇到这种情况啊 这个尽量不要交闪现 因为这种情况 假如说我们交闪现 他肯定也毫无疑问 他肯定选择闪现上来 跟我们换掉 这种情况下 基本必死的 我们的闪现 我觉得是要远远重要于 对面闪现的 完全没有必要交这个闪现 因为我们是有控制剂的 我们可以利用闪现先手 这样的话 来保证一波成功的杠克 而他的闪现呢 仅仅用来逃跑 就是说 我们的闪现作用 肯定要远远大于他的 所以说我就不建议 跟他换闪现 但现在这种情况更好 我们不仅没有交闪现 一换一 而且他的闪现还出来了 这样的话 这边就非常赚 可以看到 我们的打野 知道对面没有闪现 再次来了 这个时候 我趁这个打野还没到的时候 率先先手 这个打野 闪现E 空掉 又一个E 又空掉 这两个E 我也是醉了 索性是他有红buff 我们有Q减速 可以稍微追一追 等下进行cd 我的w好了之后 还收到这个人 这个呢 就是剧魔这个英雄的弱点 他对线能力是很强 对吧 后期克制坦克能力是很强 但他没有位移技 对吧 他这个推线又快 因为他前期嘛 前期他肯定 他都是物理性英雄 他A小兵伤害高 所以说他的推线又快 我们就控线就行了 对吧 摆正好自己的位置 我们前期是一个 这个坦克 而且还是个带AP 这个符文天赋的 这样的话 肯定不可能打得过 这个带AD符文天赋的 这个剧魔的 我们就老老实实的 能补的刀就补 不能补的刀 我们就猥琐在 猥琐 吃吃经验 利用这个兵线 兵线一直在往我们这边推 这个打野很容易就来杠克 反观对面打野 这把对面打野是一个 南枪 南枪这个英雄 跟剧魔这两样 都是输出很高的英雄 但是这两样英雄 没有 没有控制 对吧 没有途径 对我们几乎没有什么威胁 对吧 我们就老老实实的 也不推陷 就老老实实的 一刀一刀的补就OK了 说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再说一下 大树的出门装 这个出装的选择 先说一下出门装 出门装 我建议大家 无论对抗任何英雄 都选择出水晶瓶 可能有些玩家觉得 我出个多兰戒 多兰戒保证回篮 然后我们的被动保证回血 这个现场续航无敌 其实想象是丰满的 但是现实往往很骨感 在前期的情况下 双方技能 放的比较少 所以说触发几率比较低 而且回血效果 也不是那么好 所以说 还是建议大家选择出 水晶瓶的出门装 这个时候达野也去相遇 对面的达野率先击杀 我们的达野 这时候一个W 加上一个Q 说这个人头 这个人头千万不要让 对吧 还是那句话 虽说我们是个坦克 但是我们还是要把命运 掌握在自己手里 坦克也是能carry的 尤其是这个像大树这种英雄 大树这种英雄 他技能伤害很高 基础伤害很高 然后再培养我们坦克 出的一些坦克装 在团战情况下 往往能一个人去对抗 对面两个C位都毫无任何问题的 如果说你发射的比较顺的话 所以说 没有必要让人头啊 继续说我们的这个出装的选择 我先说完出门装 比如水晶瓶 接下来有一些必出的装备 就是我现在身上出的这个戒指 这个戒指呢 也是跟这个水晶瓶之间有一个 装备的搭配啊 这个配合还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这个大树呢 前期也需要一点点的法强 来保证我们一个E技能 加一个Q技能能清掉一波 远程小兵啊 这个呢也是非常关键的 往往你出掉 出到一个这个法强装啊 就比如说这个 小的或者说 再出或者说出一个多蓝戒啊 都可以保证 你这个两个技能清掉一波远程兵啊 这样的话就推陷起来非常方便 可以看到我们拿个蓝刚才那种 刚才啊 就是一瞬间把兵清完 在塔下 不断用技能消耗这个剧魔 干扰它补刀 这个也是有个蓝buff 所以说我打的比较舒服 剧魔还是比较惨的 因此 这两件装备 水晶瓶 加这个小的这个戒指啊 是基本上必出的啊 出了这两件装备之后 接下来的出装 其实也是比较固定 日盐 然后这个冰拳或者冰心选择其中之一 然后这个 绿甲这三件装备几乎是必出的 可能出的顺序有所不同 如果说对面AP比较多 那当然我们毫无疑问先出绿甲 对面AD比较多 那我们就先出日盐和这个冰拳冰心 这个呢 就是大家根据对阵情况不同 做出的选择 然后最后再补出这个蓝盾 补出反甲 这样的话 这个装备六神装 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可以看到这波 下入这波也是拼的异常的惨烈 这波应该是这波三换二 我们稍微赚了一点点 这个时候还有一个残血的南枪 这波我没有选择TP 因为刚才我TPCD没好 TP好的时候 这个已经是个残局了 这个时候我们再TP过去 其实收益不是很明显 这个BUD应该能追死这个南枪 我们就不用管了 我们稍微往这边走一走 看看有没有机会 帮他拦截一下 但是我觉得机会不大 这个我们就 还是往这边走一走 这个BUD预判了 放了一个技能 但是好像 这个南枪也比较聪明 这个南枪应该还在塔下 我们等这个兵线过来 但这个BUD这个兄弟简直 一个Q有没有 极限局的一个Q 还好我收掉这个南枪 我要收不了这个南枪 这个BUD也是打的比较 激进一点 这个我说怎么下落 不断的发动战斗 这把可以看到 8分钟 这已经10-9的这个比分了 原来是这个 队友都打的比较激进一些 这个线上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是非常有优势的 所以说 因为等级装备都领先 可以这样去打一套消耗一下 刚才这一套消耗呢 有两个 比较关键的点 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一个是技能连招顺序 大家千万要注意 一定要先E技能 再接W技能 再接KO技能 尽量不要W牵手 这对线的情况下 因为我们就是为了打出最大输出 先丢E技能 然后走近距离 EW一起触发 基本上就是先丢E 这样的话能保证E的二段伤害也必中 这样的话能打到最高伤害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说 我们的大招 对吧 大招大家也 这个时候下落打了一波 我们这个时候 TP过来刚刚好 应该是有闪现 闪现W 先秒对面的ADC 然后跟着打这个牛头 这个牛头应该是一个开大的 这样的话 我们没有第二波控制机 应该是杀不掉的 但是这个时候 我们注意到小里头 发现卡牌过来支援了 卡牌支援的情况下 我还是扛不住塔 所以说只能先把这个兵线推掉 这个牛头等于说是 还是约约欲试啊 等这个兵线过来 这个BUD一个金身 把这个塔金身掉 我们直接去扛着塔 走过来之后 这个卡牌跟着再A一下 再A一下 给个E混一个助攻 哎呦 这个还是没有混到助攻啊 这也非常可惜 不过这一波TP 还算可以 赚了一个人头 上了兵线 那个巨魔稍微舒服一下 这一波呢 肯定是没有什么问题啊 对吧 就是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嘛 玩上单 这是必备的 就是说我们就传送捏在手里啊 看哪一路需要支援的支援柜就行了 据说刚才没有说完的第二个 那个需要注意的小tips啊 就是我们的大招啊 在前期CD还是比较长的 大家除非是你下定决心 对吧 我就要这一波就要杀掉你 比如说啊 有人来杠克了 有人来帮我们杠克了 比如说这个对面血量很残 一波要杀掉他 再释放大招 正常情况下 不建议大家直接拿大招来耗血 因为大招还比较关键的 CD比较长 耗蓝比较高 我们耗血 平常普通耗血就用 小技能就行了 除非想一波想强行搞他啊 这我们开启大招 这个才是大招的一些用法 这个时候还是那样老样子啊 先打一套 打一套把它消耗的血量比较低 然后我们就 在塔下 在塔下 不断的利用技能消耗 打着他不得不回家 他不回家就被我们单杀啊 这种情况 这样的话 他就会玩得起来 非常难受啊 巨魔的英雄就是这张特点 他对应是很强 但他还非常依赖装备 非常依赖等级 等级低装备 他就非常难打 可以看到现在他这点血量 因为他有大招 我们秒不掉 我们可以再消耗他一波技能 这样的话 他血量再低一些 他就有可能死掉 利用他补刀的时候啊 打一套技能 可以看到他非常非常残 我们等一下技能CD 他这个血量他不走 他就要死 再塔下 再kill一下 然后这波兵啊 又来了 我们就等一下技能CD 继续清兵 没有任何问题啊 这个大叔的英雄 还是非常恶心的 可能有些同学 不太喜欢打这个 坦克的英雄啊 不太喜欢玩上单 其实我也不太喜欢玩 坦克的英雄 大家都知道 我是比较爱玩刺客的 但是对吧 这个现在规则有所改变 我们不能说 只专精一路了 因为我们必须再选两个位置 很多玩家都 只专精于一路 甚至只专精于某个英雄 但是你选两个位置 万一给你选到 你不想玩的那个位置 就会出现那种 对吧 几楼几楼啊 你能不能给我换一下 我只打中单啊 然后人家不愿意换 对吧 然后这个就开喷 然后就败了 这两个人想杠口 完全没有什么希望的 对吧 不去管他 这个 所以说呢 我们非常有必要啊 再练一下第二路 第二个第二路的话 这一路呢 还不能是那种特别难的 特别 比如说中单啊 这个需要操作比较多的 比如说ADC 这个都需要花大量精力 投入进去练习的 我们一定要第二路选择 就是那种啊 既简单啊 又好用 又非常厉害的 就比如说上路 上路这个坦克类英雄啊 但是坦克类英雄 既简单啊 又厉害 坦克类英雄呢 选择啊 就推荐难 练两个就行了 一个大树几乎是必练的 还有一个呢 就是呃 石头人啊 这两个英雄 万一对面选了大树 万一大树被搬了 我们还有一手石头人 对吧 也可以解一解 燃眉之急 这些都是可以的 所以说呢 很多时候这个规则就是如此嘛 对吧 即使我们不喜欢啊 即使他这个 即使这个我们不情愿 但是还是要去遵守规则 为了为了能赢得机场比赛 为了自己能排位 打到很高的分去装逼啊 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 所以说呢 这一期呢 就出一期坦克类视频 做给大家 希望大家呢 能稍微 稍微了解一下 这个大树这个英雄啊 这个从对线 从技能释放 包括待会儿要说到的团战 一些操作细节 一些打法 这个呢 也帮助大家上一波分 顺便说一下 我的这个直播呢 应该就是马上就要开了 直播的内容 可能就是会选择打一些刺客类 打打自己的大号呀 对吧 打一打 这个啊 或者说打 偶尔跟大家一起开开黑呀 对吧 带大家带水友一起 上车飞一波呀 都是可以的 可能暂定啊 暂定主要就是玩一些中端刺客 无论是杰 无论是小鱼人 无论是男刀 无论是妖姬 甚至是中端爱客 都都会玩 这个毕竟是主要玩刺客的 对吧 这样的话 可能视频以后 更新速度会慢下来 这个也不可避免了 毕竟这个时间有限 就不再多说了 这个呢 说一下现在的节奏啊 可以看到在上路 杀了对面一次 又拿了塔之后 接下来节奏就开始帮助队友了 帮助队友控龙啊 这个推塔呀 这个呢也是我们在玩上路的情况下 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判断方法 判断这个节奏的方法 在前期对吧 我们就回到去线上对线 去线上对线 有传送啊 有机会我们就传过去支援 没机会拉倒 就一直对线 对线到什么情况算对线期结束 当我们啊 推掉对面的塔 或者说我们是逆风对吧 对面把我们的塔推掉之后 这个时候我们的对线期可能就算是 不说完全结束了 可能接下来的重心就会变为团战 变为去支援 变为去争夺地图资源了 为什么 因为哪怕是我们是被推的那一路 当我们把线推过去之后 我们会无事可做 对吧 你看像现在这样 我再推一波线 我就不得不走了 这个时候我就会去支援 而我去支援 而他却不去支援的话 他们就会无限劣势 他们就会守不住塔 这个呢也是 当我们推掉一座外塔之后 往往这个比赛就进入了中期 也就是我们的团战期 这时候可以看到 我们就这种情况 对吧 我们把线推过去 然后来支援 看看中路 打得非常激烈 我们稍微先开起大招 直接闪现 捆住这个南枪 最后一个大招把它爆死 回来之后 稍微躲一躲塔的伤害 这个 他传送过来 但他还想跟我刚刚 这完全是不现实的 这个时候我们直接搭配过去 打到这个ADC 一个KO技能 然后钻住这个通道 出来躲一下伤害 秒掉这么一个ADC 这样的话 再跟上一个KO减速 最后闪现 ADC闪现又杀掉这个人 这个可以看到 大树这个英雄 他是有多恶心啊 这个英雄 可以看到 因为我们的等级高了之后 包括我们的出装 可以看到技能CD很低 技能CD很短的情况下 我们就很肉 所以说我们往往W住一个人 他就死一个人 我们稍微往后撤一撤 再W第二个人 那第二个人又死了 这个呢 就是这个大树非常恶心的地方 哎 啊 你看这个 这个就是ADC不会玩 这个ADC W要接中了 这波 他肯定也是必死的 这个大树 一个稍微顺风一点 大树非常恶心的地方 就是说 又能坦 伤害又高 但这一把 可以看到 刚才这波是 算是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残的局 所以说大树可能在这种残局会显得非常厉害 假如说是正面打团的话 可能就不太能这样打了 因为我们往往只有一到两次机会啊 我们毕竟正面打团的话 你一个人扛住五个人的输出 还算是相对来会比较困难的 这个时候呢 正面打团的话 基本上是有两种打法 先跟大家说一下 一会打团的时候大家能看出来 第一种是保护型打法 第二种是突进型打法 保护型打法呢就是面对这种 对面突进刺客比较多 而我们的ADC又发业比较好 或者APC发业比较好 对吧 什么一个小鱼人啊 什么结啊之类的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尽量保证跟自己的ADC APC站在一起 对面这种刺客英雄 又没有AOE技能 我们完全不用担心 来保护它进行输出 刺客突进过来了 我们直接打W就OK了 还有一种就是 突进型打法 像这一把 对面的ADC APC都那种没位移的 而我们的ADCAPC发业 其实并不如我们好 所以我们可以突进型 去突对面的人打法 这时候看这波 小龙 大龙儿子的团战 因为这个我们的 首先人多 而且这个 毕竟是我 对面是来的是一个 辅助和打野啊 这种这种蓝领形的角色 所以说跟我们根本 又无法相抗衡 没有任何疑问 拿掉这么一个 大龙儿子 然后再自己拿了 这个一个buff 这个buff还非常厉害的 关键持续时间长 这个减伤效果 配合上我们的 本身的出的肉装 可以说是非常无敌的一个情况 但大家千万要注意 这个大龙儿子这个 这个东西 它血量非常高 我觉得它是算是 整个召唤是 峡谷里面 第二难打的东西了 第一难打是什么 是远古龙 远古龙可能血量最高的 大龙儿子这个血量是第二高 这个大龙儿子现在比大龙血量都高 这个大家不知道 可能有些人没注意啊 它血量比大龙儿 比大龙都要高 非常难打 可能它输出不算那么厉害 毕竟没有AOE伤害 但是它的还是非常难打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谨慎 一般来说 正常发现的话 两个人想打它 还是很伤的 除非是一些特殊的英雄 就不再多说了 一般来说 至少有三个人 才会考虑去打这个东西 或者说把对面团灭了 或者说杀了对面 什么什么人了再打 这个大家千万要注意 多少次团灭都是因为贸然开启打大龙儿子的这个团战 这个时候呢 还是进入团战机 团战这个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明确自己该做什么 对吧 像这把可以看一下阵容 我们有个卡牌 卡牌是个 它带线 就是个带线能力非常强 它有大招可以支援 所以说 我们呢就去跟队友走在一起 对吧 我们来推着中 让卡牌一个人带下 这样的话 它可以比较灵活的来 这个打一下发育 我千万要注意 不要你玩任何英雄 都去 我一定要一个人带线 我一定要怎样怎样 千万不要这样 我们玩大树 就是跟队友走在一起就行了 这个时候 我为什么TP到上路 因为我觉得 我是个追求完美的人 有强迫症的人 我觉得我既然这把打这么顺 我就不能让我的外塔掉 我就一定要守这个塔 不想跟队面换塔 但是这个时候发现 当我们过来之后 然后我们的队友 还是被对面开了 被对面开了的情况下 对面因为 对面的这个上单 率先支援过去 我们就紧赶慢赶 看看能不能赶上 打一波残局 这时候先往这走一走 给队友打开 标九线身上闪现也在 先给一个进行探探视野 被牛撞走 我们直接W住他 然后A一下一个Q 收掉他的人头 接着往前追 发现我们的已经 兵败无山倒了 现在是一波 三换一的节奏 应该是 不对 是 是一波二换二的节奏 这样还不错 二换二的节奏的话 我们的卡牌在被追 但是我这个血量非常足 所以说我一个人 扛到对面 三个人的输出 没有任何问题 先秒对面的 这个非常恶心的一个 这个中单 然后接着往前走 看一看 看一看 这三个人卡牌 闪现下去 然后我们的打野 也非常勇猛 直接扑死了 对面的ADC 这样的话 已经空蓝了 空蓝的话 就不要再去追了 这样的话 应该是一波互换 这个蓝枪应该也死了 这样的话 对面死了四个人 死了四个人 这边反正我们赚了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打这个龙了 这不要再去追这个人了 没有意义 这波呢 首先开的 一开始被开的是很勉强 但也有我一部分责任 我觉得可能这个队友 还是想跟对面换塔 毕竟二塔换一塔 可能比较赚 还是在那连连不舍 但是呢 我其实是真不想丢它 所以说呢 就回去了 我觉得可以再组织一波推进 也没有什么问题 这样的话 所以被开的很勉强 但是毕竟 我们的对面这个阵容 有一个致命缺陷 就是没有什么稳定的控制剂 只有一个牛头 一个辅助 所以说我们还算是边打边撤 所以说前期稍微亏了个人头 刚才 刚才其实是一划二 一划二 对面死了一个人 我们死了两个人 但是呢 毕竟我赶到之后 还是起到了一锤定音 的效果 这样的话 这拨团战还是胜利了 这样的话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进行一波 正面团战 我们立即看看这个正面团战 到底该怎么打 跟这个ADC走在一起啊 这个刚才对面中楼二塔 还是没有推掉 对面的 这个举摩又在上路代打 这一次我没有传送了啊 我决定不去管它了 但这个ADC选择去下手收钱 他要选择去下手收钱的话 那 我其实我觉得ADC去带线 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啊 因为这个 他这个ADC近这个ADC 倾线实在太慢了 不仅倾线慢 而且他这个 没有位移技很容易被抓 而且他还是支援不过来 我们这边一旦开打 他就很难支援过来 反正就是 这个英雄就不适合带线啊 就适合去跟着一块打团 但他还在带线 可以看到刚才那波冰 他清了好久都没有清完 这样的话就等于说一直在拖节奏 我们在中路无所事事啊 这个没有远程 过来我们又清不掉兵 啊 还是我们的辅助被先手 这样的话 我们现在这个三打三 我开启大招 直接对着对面的ADC 啊 一阵突进 然后一个人扛到对面三个人 把这个ADC打成残血 但这个ADC竟然刷起来被动 跑起来了 我现在有点扛不住啊 稍微往后撤一撤 被牛顶开之后 一个Q啊 稍微减速一下 接着往后迂回一下 等一下技能CD 等一下这个剧魔下来之后 先给一个异技能发现 啊 这一波果然没有打过 还是一波一换二 然后 没有办法 我们的ADC终于上山来 只开启了大招 我们在这稍微 挡住他啊 这个挡住他 别被他这个对面 这个上南举摩突进 这个时候 这个上南举摩应该要死了 闪现 A死这个上南举摩之后 我一个W空中对面的 两个人 啊 空中对面牛 一个Q 竟然没有Q到两个人 刚才我以为我Q到两个人了 这的话 这个我应该追不上这个人了 其实我已经不太想追了 所以说他这个跑的位置 还一个大 诶 他这个W怎么中的呀 我感觉 他是吃E技能了吧 应该是被E技能打死了吧 他W怎么感觉 都好像没有中的样子 这波团战呢 也是 一开始ADC就说那问题 他带线比较慢 比较慢的情况下呢 他就很难去支援到团战 我们开始是一直在4打5 这波呢 就是因为缺了ADC的 那么一点点伤害 本身的话 可以看到 当我去W对面的ADC的时候 ADC只剩下一丝血了 这时候哪怕多那么一点点的伤害 把对面ADC一秒掉 这个团战直接就赢了 但是没有办法 对吧 世界上没有如果 这个ADC又去 跟对面的南强互换了 这样的话 互换的话还算可以的 反正他也很少来参团 这样的话我们就 互换 4打4 还是比较新兴的 然后来 推到对面的中路的2塔 这样的话 这一波就非常赚 然后接下来再去推别的路2塔 或者说去拿大龙都是很好的选择 对面想强行开我们 这显然是没有希望的 我在前面一个人 先扛一下输出 然后 给上Q 我现在吃了剧魔的大招 虽然说不算特别肉了 但是还算是能扛一些伤害的 爆料大招 秒对面的牛头 这样的话 拉扯一下 等一下技能的CD 接着往前走 这个对面应该不敢守这个塔了 这个塔推掉之后 接下来对面血量比较残 所以说还想尝试推一下 对面的高地塔 这时候我们千万要注意 不能冲动 不能冲塔去强行杀人 毕竟我们现在没有闪现 ADC也不在 输出不是那么够 所以说还是放弃了这一波 敢不敢W 敢不敢溢过来 这个南枪不敢 他溢过来的话 果断先手他了 这样的话 我们转而选择推下路 我们三个也算是 发现最好的三个人 应该是能瞬间 秒掉对面下落到二塔的 看一看 但是这时候可以看到 我们的ADC又去上路收线了 收线的话 这波还是 我觉得可以撤了 没有什么意思了 撤吧 但是我们的卡牌 被先手了 所以说我怕他死 就稍微往后 掩护了一下 但是我发现这个ADC怎么点我这么痛 我一开始没有看到 这个ADC一下点了我三分之一血 这什么装备 大家看到我装备 其实护甲装备还是可以的 但这一波 这一波呢 怎么说呢 有点贪心了 我觉得这卡牌有点贪心了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我已经开始走了 我已经走了 但是后来我就是怕 这个卡牌被先手 我觉得我还能稍微扛一下 想替这个卡牌 稍微挡一下人 我们三个人一起撤 但是发现三个人之后全捐了 ADC再上代料的外塔 就开始喷起来了 虽然这个ADC 我觉得确实打的有问题 因为他一直不跟团 你说你要是一个 就是说带线非常快 非常快的 非常 还有位移技的这么一个ADC 就算了 但是 这时候我快复活了 对 又赶快去插个眼 但是他身上好像没有眼了 这样的话 我找TP位置 找半天找不到好TP位置 只能TP到线上 这样的话不知道来不来得及 对面好像输出也不是很够 还没有拿下大龙 这时候我们有进安卫 就快速冲过来 盯准对面的ADC 直接开启大招 开启W 直接一套秒聊 ADC之后 接下来 去打对面的这个残血牛头 一个技能收掉他 接下来就不要再去追那个满血巨魔了 没有什么意思 我们直接去接管这个大龙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大龙只有11000的血 那个大龙儿子 好像是13000的血吧 记不清了 他们好像没有人打 我也不管了 反正 几乎是无伤的 装备比较好 几乎是无伤扛这个大龙 现在大龙实在太弱了 太好打了 刚才对面 可能输出稍微差那么一点点 输出再高一些 对面拿到大龙 感觉就要翻盘了 这样的话 如果说我们顺利拿到这场大龙 感觉这场比赛 还算是应该是比较稳的 毕竟我发现实在太好了 对面完全处理不了我这个点 这就是 为什么 推荐大家玩上单大树啊 玩包括我刚才推荐给大家的石头人 就是这英雄 他顺起来非常无解 他能给对面的核心 carry位造成很大的困扰 所以说这也是算是一种变相的carry 你一个人能扛住对面 两个人还能把人家打残 或者说 甚至打死 那你说你这把太好赢了吗 而且这个英雄关键是逆风 他还能混 对吧 假如说我们现场被单杀了 或者说打野针对了 来搞死我们一次或者两次 那也无所谓啊 对吧 我们就安安心心的就躺就行了 我们即使没有什么等级和装备 我们就出一身死肉装 团队一样能发挥作用 这是最可怕的 你要玩个什么别的核心的 或者说玩个什么刀妹 玩个什么 比如说巨魔对吧 还有什么瑞文这个英雄 你逆风试试 你没没装备没等级 那这团队进去就顺死 这是一点作用都没有 这个呢就是说 大家很多时候吧 你只善 你有一个擅长的位置肯定的 但是你也需要这么一个 能混分的位置 毕竟需要选择两个位置嘛 这就是规则 现实生活中也有很多事 都是规则 法律也是一种规则 它只不过它惩罚措施比较严重 对吧 我们必须遵守而已 还有很多道德呀 什么各种各行各业呀 都有各自的规则 我就不再细说了这个道理 相信这个智商正常的人 应该都能懂 我们尽量去适应规则 去捐规则的空子 不要违背版本而行 对吧 不要这个逆着版本而行 好 这个时候拿到大龙buff之后 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直接一个人强行来扛塔 这个时候可以看到 我开起大招 一个人去打对面四个人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几乎不撂血 这个时候巴德给了一个精神 精神还不错 等这个技能cd之后 又w对面的这个adc 我被推到塔下 但是没有问题 直接闪现出来 但是发现竟然是 对我们的狮子狗 在收割的阿压四杀 这样的话 这场比赛应该就结束了 对面团灭 顺利的一波 没有什么问题 好 这场比赛就结束 下一期视频的话 可能会继续带给大家一些 比较飘逸的英雄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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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